分子靶向治疗是一种新型治疗 它的治疗原理是根据肺癌的驱动基因来进行的 干扰肺癌的驱动基因来进行治疗的 也就是干扰了肺癌驱动基因 同时也就干扰了它的蛋白复制链 干扰了肺癌细胞的复制 根据这个原理 所以说分子靶向治疗相对来说 它的复作用比较小 主要鉴于是过敏 因为这种药物有很多病人会出现 疲疹过敏症状 我们一般建议大家还要坚持尽量 如果不是过敏症状很严重 尽量坚持治疗 还有一些它的复作用就是胃肠道反应 比如腹痛腹泻 还有恶心呕吐这些症状 但是这些症状往往都可以使用 其他的口服药物等等来对抗 一般的来说 靶向治疗的复作用 通过一些简单的处理是可以对抗下去的 所以当靶向治疗出现了不良反应的时候 不要太紧张 一般都能对抗